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距離動森更新日期越來越近 大家也越來越期待了吧 這段期間好多人都努力的從官方影片中 尋找任何不願錯過的小細節 我今天也想來分享一個即將推出的DLC 快樂佳樂園中我自己最期待的部分 一直以來大家是不是覺得島上只有10個島民實在是很不過癮呢 喜歡的動物那麼多卻不能讓他們同時在島上 這次的DLC快樂佳樂園就滿足了大家這個願望啦 這邊快速幫大家複習一下快樂佳樂園的內容 我們可以透過在這邊工作 幫動物居民們在這座島上建造他們理想的房子喔 我們能在島上發現正在找房子的動物居民 還可以用購買的Amiibo卡將喜歡的動物直接邀請過來 不只是室內佈置 也可以佈置房子周邊喔 累積佈置的經驗後還可以解鎖新功能 像是家大居民們的房內坪數 可以調整室內的背景音 擦拭傢俱讓傢俱有特別的效果 能佈置的傢俱也會隨著等級越來越多喔 還可以讓兩個居民同居之類的 其他還有學校、醫院、餐廳 甚至是下午茶的點心店 等設施可以去佈置喔 這些對喜歡佈置的人來講真的是一大福音啊 而我今天想特別提出來與大家討論的地方 是在官方預告片中出現的一個畫面喔 也就是我們要幫小楓選擇在哪一塊地方居住時的這個畫面 仔細看這張地圖上面左邊有A到G 下面有1到7是個7乘7的地圖喔 扣掉中央、僑美的辦公室以外 其他還有48格不同的地形環境都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瑪蓉與愛樂芬的頭像已經顯示在地圖上了 表示這兩格已經有住人了 假如這裡不像本島有島民人數上限 48格都能全數佈置的話 就代表說有48位的島民可以入住了嗎? 甚至等我們等級提升之後 還可以邀請動物們同居 如果每一塊地都能住兩位動物居民 這樣整座島就能讓96位動物居民都住在這裡了 就跟他的名字一樣 真的是快樂家樂園 雖然官方影片中沒有提到這DLC最大上限能容納多少居民 但我覺得48格可以全部分配動物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喔 因為從目前官方影片中我們可以發現 快樂家樂園的移動並不像我們在本島上可以自由的在島上奔跑 而是有可愛的小猴子帶我們直接進入該格子的區塊內 這DLC又是注重於佈置打造動物居民的家為主 如果不能每一格都讓我們佈置的話 那多出來的空地也就只能放在那裡生草了 因此我覺得48格能全住滿人的機率很高 只是同居功能能否讓他變成96人就很難說了 目前除了人數上限外還有一些其他的疑問 是官方影片中還沒有透露的喔 像是如果後悔了 是否能幫居民們換個新的場地居住呢? 像是我原本讓動物住在西二的地區後來發現 這個島民其實比較適合住在一五 這樣能否向僑美辦理搬家手續 又或者人數到了上限的時候是不是又要跟本島一樣 必須先把原本的居住者給擠掉才能讓新的動物島民上來居住呢 另外還有一個我非常非常在意的一點 是官方影片中也有提到的 我們可以從島上帶回特產給本島上的居民 居民們也會有興趣而請我們在島上幫他們打造別墅 這表示本島上的居民會直接搬家到新的島嶼上生活 還是他們依然會留在本島 只是他們偶爾會跟著我們一起飛出去 在新的島嶼別墅上度假呢? 我認為是後者 他們應該會留在本島上 但在外島還是會有別墅可以度假喔 因為從官方影片我們可以發現西施惠 豆黎莉莉也都能邀請過去 總不可能讓他們住在那 我們本島上服務處與商店沒人上班吧? 因此我認為他們平常還是會在本島上好好上班 但我們要搭飛機出去時他們也會跟著一起飛 我們可以隨時透過新的手機應用程式打造家 來觀察動物們在新家的生活情形 我們就在本島動物們的家用手機看著他們在別墅裡的生活 讓感覺還蠻靈異的 關於這些疑問大家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我實在是等不及DLC的發售了 這比任何一樣更新項目都還要吸引我 更新日快點到來吧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請來個字我看見到你的影片 還有夕子 我們又有請到別人的影片 支援 兩次的影片 我們請到伊利 gren金 我們 你看看 我們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